一个国际研究小组通过利用一个插入电子显微镜的独特工具 创造出了一个只有人的头发宽度两万五千分之一的晶体管 领导该研究项目的昆士兰大学材料科学中心联合主任Dmitry Goldberg教授指出 这项成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基础性发现 它可以为未来开发微小的晶体管并用于未来几代的先进计算设备引路 Goldberg教授表示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已经表明有可能控制单个碳纳米管的电子特性 其中热量和硬电改变了纳米管的相似性 这意味着碳原子连接在一起形成纳米管壁的单原子层的模式被重新排列 连接碳原子的新结构的结果是纳米管被转化为一个晶体管 Tang博士表示半导体碳纳米管在制造高能效的纳米晶体管 以构建超越规的微处理器方面非常有发展前景 然而控制单个碳纳米管的手性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它独特地决定了原子的几何形状和电子结构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通过加热和机械硬变来改变金属纳米管段的局部手性 设计并制造了碳纳米管分子内晶体管 几十年来 计算机行业一直专注于开发越来越小的晶体管 但又不得不面对硅的限制 目前的发现 尽管对于大规模生产微小的晶体管来说并不实用 但还是展示了一种新颖的制造原理 并为使用纳米管的热力学处理 来获得具有所需特性的最小的晶体管开替了新的前景 Goldberg教授说道 Goldberg教授说道